黃毓民議員 主席 梁振英政府聲稱為了輔助香港創新科技行業的發展 要重組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新增創新及科技局 梁振英上台後原有的十二個政策局運作兩年來施政頻頻失誤 近來的高鐵工程營運事件、三堆一爐的爭議、東北發展計劃等 都顯示這個決策局的官員容辱無能 再設立一個創新及科技局 後果不問可置 董建華在二千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提出要設立主要官員問責制 當時本席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問責制從何問起 指出沒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為基礎 問責制必然窒外難行 十幾年來問責制多番改動 但還是換湯不換藥 特區政府仍然是集權於行政長官一人 身上的專權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原則濫然不切 梁振英上台後 行政主導的集權制弊端更表露無遺 開放免費電視市場 本來是全香港市民一次的共識和合理期望 梁振英堅決與民為敵 無視通訊辦和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 拒絕香港電視的法牌申請 一眾行政會議成員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回應傳媒提問時 只能知吾以對 有口難辨 這件事充分突顯梁振英的 權剛獨斷、剛癖自用的性格 行政長官選舉一直是中共陰點的醜氣 並非在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下產生 特首無需向七百萬港人問責 現在更出現妄固程序公義的剋箱作業 整個政府的運作都係於行政長官一己肉戶 令體制內外的人無所適從 這種運作模式 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階限模糊不清 高官角色曖昧 只能按照專權的行政長官主觀意志行事 造成人才當奴才用的現象 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為例 此軍乃是會計師出身 對土地政策蒙媒無知 因支持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而官買決策局局長 依照梁振英的方針硬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激起民憤 造成六月民眾衝擊立法會事件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推動相關行業發展 表面上回應莫乃江、善仲佳、郭佩帆等民意代表及業界的訴求 但在制定及執行政策時仍然按照梁振英的主觀意志而行 公眾無從監察及參與有關政策的制定 2012年5月梁振英上任前提出5C14局政府架構重組 新增兩個副司長分擔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的工作 新增文化局及創新及科技局統籌有關政策 當時本席已指出重組毫無必要 並參與財委會拉布阻止撥款的建議得到通過 今天特區政府再次提出新增創新及科技局 建議內容與兩年前大同小異有關決議案 相信可以在立法會大會得到通過 但財委會申請撥款恐怕不易過關 特區政府施政漠視民意 很多時在制定政策時奉行一種理性主義 所以有縱援金額要按照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及煙稅加價方式 迫使市民戒煙等完全欠缺人性的措施 文化評論家陳雲曾經在民政事務局主持文化 他在《香港城邦論》一本書中提到所謂為理主義 為理主義在政治上的泛濫 是相信政府可以用專業知識及精密規劃 令人民過著合理幸福的生活 不相信人民的各自努力及碰撞的實驗 而認為大眾可以完全在精心設計及周密策劃好的制度框架裏 朝著預先設計好的發展目標 國安本分達致幸福 港共的官僚理性指揮極其迷惑人心 因為他假借前朝政府留下來的法治外衣 以至一般香港人都不明就慮 官僚為理主義與專權政治一拍即合 官僚只是相信自己的專業知識及精密規劃 於是不讓民眾參與、閉門造居制定政策 現代社會結構複雜 脫離民情的官僚實在難以平衡社會上多於不同族群的權益 當中微妙的平衡如果遭到破壞便會激起民眾的反抗 特區政府防民之口甚於防寸 市民以為洪水猛獸施政自然頻頻失誤 香港經濟一直由金融和地產主導欠協工農業等實質生產活動 入息增長遠遠落後物價 使得成績優異的學者 如果不是根紅頂白讀商科 便要去歐美地區創新科技工業發展 不敢冒險在香港從事創新科技的行業 香港2011年的青年入息中位數和2001年同樣是8000元 十年 香港的學子 如果有自己創新科技行業自立門戶 首先需要一大筆創業資金 應付高昂的租金開支 之後又要面對思想保守的親朋職友壓力 失敗後 還有機會三餐不計 自然對創新科技果足不淺 2011年至2012年度 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院研究生課程中 只有27%是本地生 有65%是來自中國 7%是來自外地 不少中國研究生為了更加的就業機會和外國國籍 只視香港為跳板 社會環境不容許香港學生抱持冒險精神 而且相關的人才和技術持續外流 特區政府拒不改變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 以為單單依靠成立一個新決策局 就能促進創新和科技發展 無意原目求疑 政府已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 將會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接收創新科技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並且設立一個創新及科技科 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會改組為通訊及創意產業科 重點是負責與電訊、廣播及創意產業有關的政策 原本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 已經可以統籌創新科技署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創意香港 現在政府要用兩個決策局分管三個部門 你說是否假創蝶木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曾討論創新及科技局 建制派及具商界背景的議員普遍支持 據商界背景的鍾紹根議員和馬逢國議員都指出 電影製作使用大量科技 所以創意香港應該歸於創新及科技局旗下 如果這樣 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範圍 豈不是和原來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幾乎一樣 既然創意產業和創新科技物不可分 為何還要將原來的部門一分為二 額外增加2900多萬元的開支 政府2012年的文件之中 盡是制定全面政策支持基建發展 鼓勵協調推動共同發展 一類的說詞 這是套語 今年的文件多了些東西 表示要專注高層次領導制定進一步措施 三年來都是空口說白話 未見提出任何具體的支援 無論是基建、培育、研究計劃等 連創新科技處現有的投資研發 現金回贈計劃 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 以及五所研發中心等 政府也無法清楚交代創新及科技局 會推行甚麼具體措施 來加強剛才我所說的這些工作 只有不斷重複 加強持份者聯繫 產生協同效應 職權範疇更為專注 這些是否空話 這是政府最擅長說的廢話 任何一個局都適用 任何一種政策 將我剛才所說的東西套進去 全部都適用 你們習慣了用抽象語廚 抽象語廚就是感性的 只有說字 不得實際的 講空話 梁振英是最擅長的 以文件提及的協調瓜政策局政策制定工作 例如環境局和環境保護處的再生能源和廢物管理技術為例 廢物回收業界面對困境 包括回收困難 運輸成本高昂 資金短缺 環保原地地點偏遠 成品沒有出路等問題 即使沒有創新及科技局 商務及經濟分子局都會跟環境局和發展局協調有關的工作 是不是 局長 所以 我們看回這個所謂創新及科技的工作範疇 第一,既無法改變商戶住戶日常處理廢物習慣 以方便回收 亦不會輔助本地工農業發展以創造一個吸納再造品的市場 創科局根本沒有用武置地 每年因此而新增的2900多萬元公帑開支自然付諸流水 整份文件只有概括列出創新及科技局的政策範疇 沒有明確的新政策措施 亦沒有劃清工作及任務的解限 亦沒有列出新開始的職位的職能及權力 本席可以斷言 創科局運作期間 決策局互相卸責 不同決策局的政策 互相衝突矛盾的情況必然出現 令特區政府的管治陷入混亂 立法會的職責 是替人民監督政府施政 特區政府考慮明目 駕藏蝶屋的做法 民意代表有責任阻止 使公帑可以用得其所 有許多贊成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議員 說來說去是三腹皮 會促進香港科技的發展 就憑你們 就憑開過這樣的局 對吧 剛才是葉劉淑儀說新加坡、台灣 大哥 人家不是靠一個政府部門 就可以發展到科技工業 以台灣為例 七十年代初 李國鼎已經在伸促設立科學園區 搞經濟轉型 不是靠一個加工出口對外貿易為主 這種經濟體系 是要發展高科技 所以你看到今天 這個新竹科學園區 仍然繼續在新竹 和清華大學建教合作 幾十年前已經做了這些 很多現在回來的 那些在美國讀完麻生理工學院 在台灣發展它的品牌 台灣的科技產品 它是有發明的 我們現在要搞創新科技 這是停留在應用的階段 不要說台灣 說說深圳、大陸 你也是打火鍋和屁股 狗不搭白 我告訴你 搞一個局 就可以促進創新科技 幫助業界 你不如把多些錢拿出來 就能夠培訓人才 人才在哪裡 剛才我已經說了 人才在哪裡 人才外流 還有香港的學生 讀大學的 不會讀這些 找不到食 這些基本上結構性的問題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 搞一個局 來做什麼 我不要從政治角度來說 好像毛孟靜或其他議員 總之梁振英 我就反對 就從一個實際的角度 從一個實際操作的角度來說 這個創新科技局都將會是壞事 泛民主派最近說要搞不合作運動 殺氣騰騰 我就拋頭 為何會有些泛民主派的議員 會支持成立這個創新科技局 和不斷遊說其他人 這是一種精神分裂 基本上是 所以本席 將會投票反對這個決議案 同時促請泛民主派的議員 在財委會 就有關撥款申請進行議會抗爭 阻止有關的撥款建議得到通過 主席 本席僅使陳詞 反對決議案 中國班議員